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治理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术儿篇》第二十章。 子曰,我非生而知知者,好顾,民以求知者也。 孔子说,我不是生来就是有知识的人,而是爱好古代文化,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。 在孔子的观念当中,上智就是知而知知者,但他却否认自己是生而知知者。 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,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,而且勤奋刻苦,思维敏捷,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。 他这么说,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发奋努力,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人才。 话说,诸葛亮少年时代,从学于水晋先生司马辉。 诸葛亮学习刻苦,勤于用脑,不但司马辉赏识,连司马辉的妻子对他也很其重。 喜欢这个勤奋好学,善于动脑的少年,那时还没有终表,计时用日轨,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,时间就不好掌握了。 为了计时,司马辉训练公鸡按时鸣教,办法就是定时喂时。 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,诸葛亮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,但先生总是以鸡鸣教为准,于是诸葛亮想,若把公鸡鸣教的时间延长,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。 于是,他上学时就带了些粮食装在口袋里,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他一点粮食,鸡一吃饱就不叫了。 过了一些时候,司马先生感到奇怪,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? 经过细心观察,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的时候给鸡喂食,先生开始很恼怒, 但后来得知身相还是被诸葛亮的好学精神所感动,对他更关心,更器重,对他的教育也就更毫无保留了。 而诸葛亮也就更加勤奋了,通过刻苦学习,诸葛亮终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。 所以说,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,都是平时勤奋好学,努力进取的成果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 saying询问,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